查理与劳拉 我说 我用了整整10天 03个小时 40分钟 才做完这些装饰 这个就叫做超高层火箭 为了做好它 我用了三个麦片盒子 10个酸奶盒子 28个牛奶瓶盖子 157张糖果纸 还有一卷特大号锡箔纸 两瓶胶水 三罐颜料 还有半卷胶带纸 看呀 查理在做这个火箭的时候 特别困难和用心 用了很多材料 耗时很久才做好 劳拉说 哇 我说 别碰它 这个火箭很容易散架 你玩我其他的东西 我都不在乎 可你要给我对天发誓 你绝对绝对 不会去玩这个火箭 那我们玩点别的好了 劳拉说 我说 我要去找妈文玩了 那我玩点什么呢 劳拉问 我就说 你为什么不去找索林森 和他一起玩呢 索林森是劳拉的 看不见的朋友 除了劳拉 没人看得见他 劳拉说 也好 索林森永远都喜欢和我一起玩 索林森是劳拉的家乡朋友 嗯 你好 索林森 劳拉说 查理哥哥去找妈文玩了 所以我俩现在可以单独在一起 痛快地玩个冒险游戏了 你说好吗 索林森说 好啊 我们再带上这两只小土狼吧 他们两个是双胞胎 连起嘴巴来一模一样 劳拉说 好啊 再带上艾莉尔 我的小不点大象 我们去哪儿冒险好呢 索林森说 去有各种动物的大森林吧 劳拉说 我们得走上好长一段路吧 哎呀 不好了 索林森说 艾莉尔好伤心 因为两只土狼都在拿他开玩笑 他现在很想家 嗯 土狼双胞胎可真是一对讨厌鬼 你说是吧 劳拉说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劳拉 我们可不能让艾莉尔一直这么伤心下去 劳拉说 他一定得回到他的大象国去 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 可我们怎么样才能把他送回去呢 这时索林森冲着火箭指了指 劳拉说 那可不行 那个火箭很容易坏 而且他是查理哥哥的宝贝 他说过 我们绝对绝对不能碰他 更别替拿来玩了 这倒是真的 索林森说 可我想 查理哥哥这么说的意思是 我们如果想玩的话 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不能把火箭玩坏了 于是 劳拉就站起来 去够那个火箭 索林森说 记住 一定要特别特别小心 劳拉 劳拉说 我肯定会特别特别小心的 紧跟着 他就叫了一声 天呐 劳拉望着火箭的碎片 你知道吗 我觉得 就算东西坏了 只要修补得好 他们看起来 还能和新的一样 只要我们俩装得弱无其事 劳拉 查理哥哥就绝对不会发现 这是我们干的 索林森说 劳拉小声地嘟囔 当然 绝不能让他发现 在索林森的鼓励下 劳拉终于可以去玩 哥哥的火箭了 结果可想而知 火箭被弄坏了 嗯 我说 嗯 好的很 我要把这一切全都告诉妈妈 哦 天呐 我想他还是不能相信我们呀 索林森说 劳拉说 我想我只能把我做的倒霉事 全部告诉查理哥哥了 可是那么一来 你觉得查理哥哥还会喜欢我吗 索林森说 当然会 只要你别忘了和他说一声 对不起 劳拉敲了敲门 索林森想和你说声对不起 因为是他弄坏了你的火箭 查理哥哥 我没理他 把门关了起来 不一会儿 又传来了敲门声 只听劳拉说道 是我弄坏了你的火箭 我和艾莉尔玩的时候 想从那个高高的架子上面 把你的宝贝火箭拿下来 结果它掉下来了 就摔坏了 成了一堆碎片 我真的非常非常抱歉 不该弄坏你那么宝贝的火箭 查理哥哥 我问 你说的是真的吗 劳拉 劳拉说 真的真的 我真的很抱歉 他看上去 确实也后悔得要命 于是我说 那好吧 不管怎么样 你总算是对我讲了真话 这时 劳拉一眼瞥见了火箭 你把它修好了 查理哥哥 他欢叫 我说 是的 劳拉 总算是让我修好了 我喜欢他 劳拉说 我大叫一声 别碰他 哈哈 查理和劳拉 是不是很可爱呢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